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我是Tommy 那再次要为各位介绍的是 光是这边新开发的一个管理界面 以前的管理界面是长得比较 比较阳春一点 虽然说也是可以使用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新的管理界面长得怎么样 那新的管理界面就是 在网站的路径这边本来是N1 然后改成Manager 其他都没有变 比如说我们再重新动一次 那新的管理界面呢 左边这边就是主要的这个功能选单 然后这边有那个最高管理者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功能 然后再次是手机版 那右边这边会显示说登录的是哪一个管理者 它也可以编修资料 或者登出 那首页这边呢 这个是因为在那个 怕说旁边这些功能 有些在那个平板或者手机上 它是不是会不太正常 所以把上面这些功能呢 跟手机版这些功能 多做一份到这个区块 那这个 这个画面上来讲 它是以电脑板的一个使用为主 那各位可以发现 为什么下面又多这么多按钮的连结 好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大致看一下每一个 每一个那个功能 好比如说功能列 它就是这样子一个一个的区块 按修改去改 那电脑的一个操作上大致上是这样的 像那个商品啊 它一样有分成 上面有很多的功能 你可以进到不同的指纹目录去 那一样当然你还是可以 一样可以那个新增商品 那编辑器的功能一样都有保留 那比如说 表单的验证 就是我按送出 那因为 像品模它是一定必须的 所以它会有所谓的 那会必须停写的一个准事 那如果像汇管通知 它有很多品模 那就一样 预设是每一个 每页十个 使用起来 就是跟原本旧的这个 其实是一样的 那只是说整个界面做一些 比较美观的一个调整 那还有那个 整个操作界面上啊 有一些比较 小木的一个按钮 那这个按钮都会依据 实际的需求 做一些颜色的变化等等 那这个版本的一个管理界面 有一个 比重不同的特色就是 它也可以 使用手机来管理 那各位可能会觉得奇怪 那管理界面这么多功能 那如果在手机上 它会变成怎么样呢 好 那我们先来 我们先用 Chrome浏览器 来模拟一下 来模拟一下那个 我们一般手机的界面 先看一下大概会长得怎么样 如果用手机上来操作呢 它会变成说 右上角有一个按钮 当你按了这个按钮呢 它本来在左侧的功能 就会弹出来 那经过我们这边实际的测试 有些手机它速度比较慢 那可能在按的这个按钮 它会慢慢拍 那所以呢 我这边就把 左边原本位于左侧 这一堆主要的功能 就把它放一份到首页 那首页各位可以按主动来这里 就上面这些是原本 在上面的一些主要管理者的一个功能 再来呢 就是原本在左侧的区块 那这边也会有一份的连结 可以按 方便我们在 那个 手机 智慧型手机上做一个 手指头的一个操作 那其实按起来都是一样的 譬如说我们按一下那个 譬如说会员 那各位可以看到啊 会员的话原本 你看我们原本在电脑板上看是这样 上面有一份标题 黑色底色标题 那你如果在手机上看呢 就会变这样 那各位可能会觉得有点疑虑了 那这是模拟的 用Pro的眼镜模拟的一个手机的画面 那在真正的手机上看真的会正常吗 OK那没问题 我们现在把那个 实际的手机画面叫出来 那各位看到的这个页面呢 是一个Sansom的 Glassy Win 这一支手机的一个 镜色的画面 好 一样登录 那现在登录的其实是同一个站 这个呢 其实就是 使用这个Sansom手机 它里面 预设的一个 预设的一个 浏览器 它所看到的一个 一模一样的画面 那所以呢 不论这个浏览器 它所模拟的手机画面 其实跟我们在 手机上看机器是一模一样的 那只是说 每一支手机 它有不同的一个 长寬的解析度 所以看起来 多多少少会有点差异 那进入我这边 用iPhone测呢 还有用一些主要的 大品牌的 就用手机测 其实效果都还不错 那其实用起来就一样 比如说 我们再 再挑个功能出来看 比如说 有到主页 假设 比较用到的情况 那比如说 可能我在商品方面 我可能 临时需要调整一个商品的售价 比如说我按商品管理 把你的某一个山名找出来 把你的某一个山名找出来 比如说 我知道它是在2A目录底下的一个 底下 在2支17目录底下 我们来看一下 原本如果你在电脑上看会长怎样呢 我们来对照一下 如果我们在电脑上看它会是比较宽的一个画面 譬如说商品管理 2A 2支17 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在电脑上 我们比较 萤幕比较宽的一个 设备上它所看到的一个画面 是比较宽的 那你在手机上看呢 虽然说画面变窄了 它其实它就是左边这边 一样会有它的一个 标准 譬如说商品收图 一个一个这样会起 会到下来 而且它每一个 每一个商品它 底色会变 一个是前灰色 一个是白色 这样间隔 那当你想要 譬如说我想要编修 这个 这个2支17 PROD这个商品 我要编修进来 那编修进来呢 它就会有很多的一个栏位 那就看你想要改什么 那一般可能 比较会需要改更特价 譬如说我零食 本来是一千多买 改用900 那改用900 那其他 最后不动了 商品什么都没有变 我是有变价 所以说我们在手机上呢 就可以操作 所以我们可以 网站的所有功能 是所有功能 不是有部分的 那而且一些 操作上的界面呢 也尽量有不同的颜色区别 然后搭配不同的一个 一个显示的方式 来做一个调整 简单讲就是说你用手机来看你的这个后台呢 就是可以完全的做掌控 那当你旁边有比较电脑 有桌机呢 那当然你就可以用你的比较电脑来看 那其实你就可以把它想像说是同样一个后台 只是它有不同的一个显示模式 那这个变成就是说我们目前最流行的一个 响应式的一个版型来做一个长线 那也方便管理者随时可以掌握网站的一个后台的一个状况 比如说哪个商品它是比较热门呢 就是每个商品被人家被人家点阅了一个次数 这些都随时 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 你随时可以来看说 你的后台的一些即时的一个变化 不用说一定要等到回到电脑旁 然后打开笔记的电脑 打开桌机 才在那边慢慢看 大约经过我这边的测试啊 大约只要有一支五寸以上的一个手机 那你就可以 当然速度你不要太慢 大概四核心以上 基本上 就可以有达到一个不错的效果 然后再搭配我这边 后台的一个 一个编排跟设计 那你的网站就可以做一个很轻松的管理 好 那以上就是有关于那个 响应式版型的一个后台的一个介绍 也就是说 我们不只前台要达到 响应式版型的设计 那后台呢 也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 随时可以做管理 随时 只要我们的智慧手机在身旁 就可以做一个非常方便的管理 那随时掌控我们网站的一个处理 好以上是我这边的一个介绍 谢谢各位